当你对美的声音有了一个定义以后 在你练习柔弦 产生柔弦 制造柔弦的效果的时候 你就会去思考 你的柔弦音乐家 是创造声音的艺术家 是创造声音的工程师 哈喽大家好 这是伟俊音乐 当你的演奏中 一个简单的长音 无法满足你的审美需求 你本身就会开始对自己增加要求 让这个声音更丰富 于是乎我们就有了 柔弦是一个美化的作用 如果不柔弦的话 有没有办法产生美的感觉 如果不柔弦也一样能够让观众 听众觉得很好听 很满足 那不也是一种能力吗 其实柔弦是很多在学习恶物中 遇到的一个难关 包括我自己 很多年来也不知道柔弦应该是怎么柔的 首先要理解 柔弦是一个中高级的技术 什么意思呢 它在你学习 把基本技术打好了以后 增加对象技术门类 那么就是说 当我们说柔弦有问题 或者要改进柔弦的时候 每个人的情况都可能非常不一样 因为每个人打下的基本功 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 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以关于柔弦 我第一个想说的是 当遇到问题的时候 请你检讨你的基本功 是不是哪一方面做得不够好 不要盲目的去练柔弦 某一个环节出的问题 都会导致你的柔弦有问题 接下来第二点 我觉得很多人不是不知道怎么柔弦 而是不知道真正的柔弦的声音 听起来是什么 你有没有问过自己 好的柔弦的声音应该是怎么样的 有了目的才去找办法 而不是有一堆办法却没有目的 所以这个在柔弦的学习中非常重要 大家要记得 那么怎么样才算是好的声音呢 在我的教学里面 我认为好的声音应该是 圆 润 和通 任何过多的形容 只会带来更多的混乱和质疑 我的教学里面是通过方法去达到目的 所以我们来谈一下方法 首先 如何做到圆的声音 今天将选择用一个最简单的二五技术 去探讨这个美 也就是二五的运功 选择这个最基础的技术来表达这个美感 目的是不要再混乱 你们可能已经存在各种问题的柔弦技术当中 而是选择一个最简单 最明了的方式 去展现二五声音的美 在你运功的时候 不应该有太多的弓速变化 弓速 弓的速度的变化应该减少 不能突快 突慢 这样就会造成你的声音是不圆的 不要看这个录像像是故意造成的错误 但其实在许多快速的长弓运行中 许多拉二五的人都会展现出这种毛病 比如说 想象一下如果你的柔弦技术 也是凹吐不平的 稳定性受到的阻碍 你觉得你的柔弦是健康的吗 第二点是润 如何做到润 你右手的弓压 弓的压力 要适当 在一个舒服 有效的压力下 声音就是润 什么叫舒服 在右手力度可承担的范围内 什么叫有效 有效指的是 你要用耳朵去判断你的声音 来完成你的目的 任何不经过耳朵判断的声音 都是无效 而且是不好听的 只有极少数的情况下 我们需要用到极端的力度去表现一个音乐的情绪 而如果你长期都处于一种极端的力度去表现你的情绪 那基本的美感就将长期受到的破坏 那如果换位思考 柔弦而言 你要思考你的柔弦的频率是否是太多 是否是音乐需要的 第三点是通 如何做到通的声音 你的弓压 弓的压力不能受到任何阻碍 合理的安排弓段 合理安排弓段 一个弓段这么长 如何去分贝它 三拍四拍 是你首要考虑的 很多时候学生在学习一个曲子的时候 他没有合理和预先的安排弓 当音乐需要很多弓段去表现激情的音乐的时候 他并没有了不上合理的弓段 这造成不备而来 这个技术错误 从而无法正确的表达音乐 这个问题在柔弦上而言比较复杂 从技术的角度去判断 在使用柔弦的同时 你的运功和左手的快速换把换子受到了挑战 是否可以有效的保持柔弦 将是你柔弦技术上的一个重要练习 接下去我要为大家示范一首曲目 叫江和水 相信对柔弦有追求或者碰到困难的 很可能也是从这个曲子开始 在听这个演奏片段的时候 我需要你放下平时追求的那种风格 而去察觉那种基本的美感 对于美的事物可能不同人有不一样的形容方式 但是我们都会共同去追求一种美感 而这个美感不只是局限于滑越 而是世界的音乐 更应该是以语时更近的 而柔弦也只不过是创造美感的一种手段 不要因为技术复杂而忘记了根本 你去创造柔弦的目的 你一切从基础做起 希望大家找到自己喜欢的柔弦声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